南方艺术团团长的一封信 陪强,关于你坚持个人喜好,不顾集体利益,一意孤行,蔑视组织纪律的是,经过了几个月来多次的个人、小组、大组及全团检讨之后,团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。 由于你一再地坚持个人看法,完全不听团的劝导,团理团要你做检讨的指示,必须对你采取纪律行动,将你除名。 今天,要做出这样的决定,团感到非常痛心,因为你身为劳动人家的子弟,却坚持违背了先进的劳动人民珍贵的集体主义品德。 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泥坑,而且不愿自拔。 在这段为期几个月的长时间里,组织上,伙伴们以及你的家人都做了极大的努力,争取帮你摆脱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。 这种努力,不只代表了这些人本身,它更加代表了这个大好时代进步人群的总的愿望,要求每个有良知的,有进步倾向的人都以集体利益为重。 将个人投入集体,将个人服从集体,才会有希望实现理想,唯有集体主义才是有前途的。 虽然你至今还是坚持,自己研究电子情没有错,但是整百个人的认真调查研究是不容蔑视的。 事实是不能回避的。 我们恳切呼吁你开始狠抓自己,要求自己做深入检讨,看清大是大非,明确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。 我们希望你重视事实,重视众人的意见,希望你在最近的将来就能找到自己的偏差,然后自己努力去纠正自己的偏差。 抛掉沉重的思想包袱,继续为集体做出积极的贡献。 南方艺术团团长,1974年10月27日。 南方艺术 拿矿团团团里有余跡。 丁镇和高阁和计删录追尊地地孕方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